國家慶典 總統在上面的講話 從國家的主權 安全 發展經濟 打炸 打炒房 到各項的社會福利 跟我們的公共建設 甚至科技發展 都做了很多的闡述 而最高的高度 是他呼籲國人團結 呼籲國人團結 尤其他的最後一句話是 不分彼此 一起加油 刻意不到現場來的人 就沒有辦法感受到 現場那樣令人鼓舞的氣氛 所以刻意不到現場來的人 自己 應該要覺得遺憾 總統的講話 希望獲得國人的支持 任何一個個人 要不要背書 就看他對國家 有沒有一份心 我們希望能夠在總統 談話的高度當中 我們一起像今天一樣 我們會用最好的方式 向國人展現 朝野 立院 行政院兩院 各個兩院來互相團結 合作的一個很好的開始 謝謝 國家中央政府總預算 不僅是政府 賴以執行的明年的政策計畫 更是攸關到全體國人 在各種教育 福利 以及公共建設 科技發展上面 最重要的一個國家中央政府的最重要的施政計畫 很謝謝 總統在昨天的國慶大典上面 也公開的呼籲 也希望能夠 謹速的進行有效的朝野共同的合作 今天中午 韓院長跟我 跟三個黨團的三長 都已經安排好時間 我們會很輕鬆愉快的 來談一談過去這段時間 在國會裡面 在整個國家人民所最關切的事情 而且我們會很嚴肅的去面對未來 我們必須要去解決的 甚至國人期待我們要去解決的 在國會裡面的任何的 現在還沒有辦法進展的事項 我很期待 能夠開啟這樣的方式 我也更願意未來在 國會會期開始的時候 都能夠有這樣的模式 讓大家能夠先增加彼此的了解 我期待中午會是一個很輕鬆 但是會有願景的一場餐巨